大家早安 昨天入住了这一间家式墾丁度假酒店 这一间view其实还不错 如果我站起来的话是看到笔下的那个 他们的停车场 然后旁边这里就是山 太阳今天是从这边出来的 然后一早就直接被这个阳光 洒在身上好舒服哦 要开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 超级舒服 一大早喝可乐 超爽 耶今天是我在墾丁的第二天 我们第一站要来这个入尔岛 那我们昨天在那个饭店有卖那个代售票 他一个人买的话只要180块比较便宜 现在是早上的10点10分 门口就已经排了一大堆人 昨天在那个饭店买的这个票 就是还要进来这里面换票 要排队换票 他这只是一个代售票 然后要换他们的门票 然后可以再换50块的折叠费 现在已经进来这个园区里面了 然后整个园区 就是超级大 就是没有去过路径 所以我也不知道 路径跟路的岛到底差在哪里 先去买那个牧草 可以看到是不是我的脸已经超级油腻的吧 因为这个天气太热 刚出门不到10分钟而已 就已经流汗流成这样子了 然后路而岛的这里我觉得是属于比较像是日式建筑 就是看他有很多日本神色的东西 我觉得好像还不错 如果怀念去日本的话可以来这里走走 应该会让你想起日本 进来整个园区已经换到这个牧草了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喂 这里有水豚菌还有梅花鹿还有小羊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喂 走吧 哈啰 你好咧 前面这个雷门就是路而岛的必拍景点 真的太热了 真的要带羊伞 不然会晒黑 而且今天太阳是那种紫外线够巧 而且这种晒到你会啊那种超烫 超可怕 一定要超好饭 好帅哦 他是吃得到吗 去去去去 好香哦 你看他在干嘛 你看他在干嘛 他在玩水 好热哦 OK 这就是他整个那个梅花鹿区的大概的那个环境 然后他这个后面这个就是要喂梅花鹿的话呢 进去要150公分以上才能进去喂 如果你太矮的话就只能像小朋友在外面回墙喂 第一区就是先那个日本神社 然后可以先拍照 然后第二区就是这一区梅花鹿 然后梅花鹿就有水屯菌 然后还有那个梅花鹿跟校羊 可是他是属于半开放式的 对 然后第三区就是会有那个大支的水屯菌 然后每一支水屯菌他们都有经过训练 就是亲人训练 不然有些可能会攻击人 然后你在喂食的时候就是要分开喂食 一支喂一支草 不能同时喂食 以免他们打架 后面这一区就是第三区的水屯互动区 然后这有大水屯 后面这有大水屯 然后这边结束之后就是直接是出口 然后我觉得这边灌的时间 比我们在之前在张美阿嬷那边逛的时间还要快 可是人的话一定很多 只是他们这里 我觉得这里的空间做得非常好 就是人走的空间是很大的 不会人寄人这样子 忘记了 我还没喂完 我要去把它喂掉 要吃吗 你要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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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Cabby Bar 水屯鸡 也是Cabby Bar 后面这个游泳池 它就是一个路而岛特色活动 你可以一个人 就是花八百块 可以来跟水屯体验一起游泳的那种感觉 它那个门票可以去折底 就是可以去购买那个冰淇淋 或者是其他的美食 对 有很多种 啊我们选择 吃冰 因为真的是太热了 就是后面这里 现在这里是这个山南咖啡 然后我们刚才进去里面 要内用 它说 还要在等十二足 所以我们要在高温的天气底下 待不知道多久 好了 午餐要来吃七号锅 因为刚才山南那边太多人了 所以 就打电话 直接来订这一间 火锅 走吧 那牛肉锅也太多料了吧 吃得下 我总结果都没胃口 我总结果都很好吃 我总结果都没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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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点来不及 我们预约了肯丁哈利波特的天空资金 对 我们要去骑沙滩车 然后它这个是属于三合一 一个人六百块 也有纯沙滩车八百块 就是我们在那个脸书的时候 就已经有跟他们预约好款式 像我是预约丛林款的 然后 两点半 所以你要提早半个小时到这里来 然后他会先说先付定金 然后再到现场再付尾款 然后 到这里之后呢 你要先选出两位的那个驾驶员 他会就是 先教你怎么开沙滩车 出发之前呢 每个人他们要戴那个浴帽 OK 戴安全帽 找安全帽 找安全帽 上车上车 怎么就每个人戴上安全帽之后 都好可爱哦 我给我妈妈载 我们待会一起出发 然后我们这一团就是 超级多人的一起去 因为今天直接都是客满的 好 那你跟大家解释一下 哪里是加油 右手边这一个是加油 你要轻轻的含住他 不能太用力 然后呢 左手边这个是刹车 OK 大家注意安全哦 保持距离 所以我们是最后一团 耶 出发 结果我们这次当了最后一个 我们开真的超级超级可怕的 我就说 Oh my god 后面还在接 另外一区 啊 啊 都是沙子 全部已经进入那个沙尘暴重 哈哈哈哈 Oh my god 你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 你可以 你可以 OK 你OK 我就会塞死 不要讲话 不要讲话 換我那个沙尘暴 OK吗 OK 超刺激的 我们就是上去那边绕了一圈之后 让你体验一下骑沙灘车 然后我们要去体验第二项 就是要去拍照 要来开mini car 然后我们车号是二号 刚玩完沙灘车之后要来开 然后它的是四人座到六人座 要去骑mini car 哇 哇 好多人 大上坡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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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舒服啊 哇 哇 哇 在后面 这好美 我们骑到这个定点之后 我们就要来拍照 教练超会拍 他搞笑 他搞笑 我去比这个天赌 我去比这个天赌 哈哈哈哈 来看过去看过去 来偷拍教练 看过去 要来准备要三 笑一下脸笑一下 看过去笑一下三 二 一 一 对对对对 过了 过了 要不然你落牙层 你 往上看 他以为是发生什么事情 超大声 超好笑 OKOK 还有吗 哈哈 什么啊 我不要用我一口 好疼 就要让他们超级好笑 超级幽默 又快晕着了 然后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就是看这个地板 麻烦兔 太可怕 那回去了 那回去了 玩完大概 約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就是三合一的体验 那我们接下来要直接先前往今晚住宿的小木屋 因为今晚六点呢 墾丁大街它会封街 今晚入住这间叫墾丁梦翰小屋 然后它是一种小木屋 然后它对面就可以停车 很方便 现在抵达那个墾丁的民宿 放好东西 然后换好泳装之后 我们要去墾丁玩水 只能用走路的去 要走大概十分钟 走了墾丁大街去海边 但是有一段距离 因为等一下车子就进不来了 所以我们就觉得要走路进去 我现在人呢是在大湾路的海滩 然后在墾丁大街那边走下来就可以到了 现在还蛮多人的 可以来玩水 这里真的好漂亮 超漂亮 哇 超级好玩的 直接坐在这里 玩完水了 要来墾丁大街逛 结果我真的穿这样来墾丁大街 只是把裤子套起来而已 因为我们今天住墾丁大街里面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用走路的进去 然后今天是廉价 它这边已经直接都是封路了 所以路人走的时候其实蛮安全的 就不会跟之前一样有很多机车 或者是汽车在中间这边经过 那我们就来看看要吃什么 只是 墾丁大街真的是 东西都会踩的 我上次环岛的时候就有讲过了 就是会 可能会踩的 所以我就走走看吧 还是大家有推荐 就是会吃 一定要吃什么东西 告诉我 只有第一站就直接来买这个 甘草罢了 到底我多爱吃 来买幼少爷的炭桃 才可以 蛮有机会 我直接 快睡着了 我会等他们玩游戏 玩到 漂亮 漂亮 肯定大街现在人越来越多了 就跟之前 四月廉价的时候有的比 四月廉价的时候人比较少 现在东午节 超多人 有没有少玩吗 没有玩去 选一种 而且这边有满宝的 有没有满宝 有没有满宝 搞混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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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那间 芒果冰沙 好喝 好赞 舒服 跟大家讲 现在人真的是 越玩越多人 现在我第一次看到 在墾丁大街 这么多人 这比那个 四月廉价 还要多人 太多了 你看到吗 满满了 要去那个 莱尔夫里面 买酒 他们说不要喝调酒 直接去便利商店 买那个 就是 生啤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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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